終於收到了這顆neo的加大電池 它用過原裝盒裝 因為它是原裝電改的 我現在打開來看看 它由原來的1435mAh 改成2500mAh 所以電都會闊一點 還有厚一點 它就是把原裝電剖開 拿了原裝的電芯出來 然後就攀接下去 聽說這顆neo的電池沒有鎖板 即使斷了電 其實可以自己改的 但我擔心危險 始終對改電也不是很有經驗 擔心著火 所以還是買回來 因為它闊了 所以放進充電管家的充電 是需要割開充電管家 而且不能還原 所以我選擇是插進機器 然後插進後面的USB來充電 但是我想充電時間會長很多 我稍後就會做一個續航測試 因為我改了高性能摩打 所以續航能力會大打折扣 賣家聲稱原裝 如果不帶螺旋槳的保護罩 可以圓停到23至24分鐘 比原裝多了7分鐘 如果裝了保護罩的話 都可以圓停到21至22分鐘 接著看看改了加大電池 起飛重量是多少 是164克 比原裝電增加了大約30克 好了 我現在充好電 就做一個圓停測試 好了 我現在充滿電了 將它的加大電 都充了很久 如果插USB線在後面的尾部充電 就要用了一個半小時 如果由最低電的時候充電 就充到100% 因為這樣插機尾離叉 是不會支援快叉的 但我又不想拆爛充電管家 那沒辦法 我唯有忍受一下 好 現在開機 就準備測試它的圓停 好 首先進去看看它的電池狀態 進去看看 電池訊息那裡 都是4.21V的 建議3V就很漂亮的了 好 現在起飛了 開始計時 好 開始計時 看看它的圓停能力 和原裝電多了幾多分鐘 它聲稱是多了5分鐘 它聲稱是 看看圓停能力比原裝電多了幾多分鐘 賣家聲稱是多了5至7分鐘 7分鐘就是拆網的時候 可以多了7分鐘 裝了網就多了5分鐘 好 現在內心等下 看看現在飛了20% 電只有80% 看看單芯電池有幾多V 就是3.92V的 兩顆電芯那裡都很平衡 都是標準3.91V 92V 好 我們現在繼續看下去 我們又回來看看 現在呢 好了 飛了50% 已經半電了 看回單芯電壓 單芯電壓 有3.67V 3.67V 3.67V 電池溫度 不熱的 46.4V 不熱的 還未過50V 最後再看看它的圓停時間 我們再看看 來到30%電壓 電池電壓 3.5V 去到30%電就3.5V 好 電池溫度 47.8V 會越來越熱 去到50V 我們再看下去就知道了 飛機電量低 10秒後自動反航 好了 這個時候響了警報 電量低警告 我取消那個自動返航先 然後由它扯乾它 就算待會 它會迫降 迫降 我會 繼續 打乾 升起 不要讓它降落 這個時候是電量低的 請反航 叫你 11%電 它強迫你原地降落 哇 究竟我可不可以打乾呢 我打乾有沒有用呢 它還有10%的 因為都 我打乾有用 好 繼續HOLD住它先 HOLD到最盡 取消降落先 可以取消的 它一直HOLD住 放乾垢電為止 最後7% 最後7% 最後6% 5個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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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2% 最后1% 最后1% 远停时间是18.15 比起之前我用原装电做圆停测试的12分46秒多了5分钟 因为我改了摩打 都会打了折扣 我们看一下电池温度升高到51.3度了 3.300V 好了,现在圆停测试已经试过了 准备出去实际飞行了 好了,那现在我就出到这一道海边 飞过去 这里是深水湾 那我试试飞过去浅水湾那边 看看几多k 好了,现在插了加大电进去 准备起飞了 准备起飞了 我特意选择来南区,今天吹北风 南区这里呢 让这些水湾把风扑起飞了 所以可以 很顺利地飞过去 看看这里有多k 虽然这里 说就说 比较小的,但是也很大的 其实,我需要不断地打干 来控制十字架 就在中间的水路里穿过去 我现在 穿回Sport mode 可以跌着20公里以上飞过去 千万不要出ATTI 可以跌着50公里左右 长风警告,我估计得很硬 但应该不到我的速度 我都会让他继续去 我都不断飞这么高 一飞这么高,你高我那些山盏吃风的 这里也不需要飞得太高 看到左边有些建筑物 绑着风,这里又没有了防风警告 就是介绍性出的 不用怕它 又出现这个 很卑星的状态 很快又收得回 看到前面,已经浅水弯了 其实,我不怕它说是大风 我待会飞2K,我便回头 可以试到它,我2K一定能够电 我可以试到它 到底回来时 会不会被风阻止的速度 如果不会被风阻止的速度 可以继续飞 如下2K 讯号仍然是很稳定的 收足5格 无存也没断过 如果现在有什么事 就一定下海保得撿的 所以 头神拜佛千奇,不要出事 哇,结果是连弯了 1.8了 已经1.8了 还没用到半点 这个返航警告 我不需要理会的 因为我现在改了电了 这个返航警告 这里真的好大风 好了,快要2K了 我7%电就回转了 对了,好,回转了 能不能回到呢 好,回转了 现在我们先看看电池状态 电池讯息 3.75V 3.75V 电池温度 因为飞机 有些风散热 所以 会高于45V 我们继续飞 看看回转头的速度 是有点 是有点液风的 是有点液风的 不过都是隔热性的 刚才跌到20V 现在又变回24V 23V 我见你大陆 是可以飞到8K的 很多转车的 我现在改了摩达 一定是吃电脑多 然后看看 其实回转时 它也继续较过 其实是低电点的 所以它又出了一次 现在到来的起飞电 还有1K左右 只是用了50%电脑 再看看這個電池上不適 3.5V 3.53V 還可以飛多一層 想飛到3.3V 也沒有問題 最後700米 已經燒了很多電池 剩下43% 回來真的吃電池很多 回來的一層真是吃電池的 最後200米 我進去看看電池信息 3.45V 我壞了飛到3.3V 好了 我現在立刻掉頭 再飛一下 剛才飛了2K 現在已經有2K 開始計算 電量真的很低 不如飛到500米 飛多1K 加上5K 應該可以吧 對嗎 因為今天真的很大風 不足夠的 好 回頭 回頭了 現在希望安全回來了 電量嚴重不足 請你返航的信息 不斷出現 3.39V 已經 回到剛剛3.3V 好 開始下降的高度 慢慢下降 不要太急 下降 現在只能下降 現在已經是17%了 現在已經有幾個 大風 現在是3.3V 現在可以在高度上降 現在已經在高度上降 下面是1.3V 現在是3.3V 現在是3.4V 現在是4.3V 現在是4.4V 好,再飞低一點,再飞低一點 快回到了,不要掉落海,十四,十三百分 十三百分電 還有百多米,還有百多米 前面凸出來的這個台就是 就是這個降落點 好,最後幾十米應該回到 可以聽到機聲了 嚴重低電量,嚴重低電量請報 好,開始了,開始要我 好,開始降落了,現在 回來了,還有八個百分比 當下降落了5K 嚴重低電量請報 好,這樣就5K 現在剩下多少屋電? 只有3.4屋 我都... 很驚險的,其實這樣拉它 機仔,不是那麼穩定 還有,這裡很大風的現場 其實都不斷出強風警告 好,今次試這塊 加大電,試到這裡為止 因為太大風了,都飛不了太久了 如果大家對這塊電有興趣 在資訊欄裡面都找到它的購買連結 好,今集到這裡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立即給LIKE,分享,訂閱 下一集再見,拜拜